? Hello 大家晚安 爱爱晚安 kwi晚安 泰山晚安 Hello 红依 晚安 修哲晚安 獅豪晚安 天天晚安 哈囉豆柯 中土晚安 為什麼跟我說早安 哈囉土屍體晚安 哈囉瑞隆晚安 runs 骰鴻晚安 對 今天是新衣服 這個是新衣服 最近好像很流行這種 大大的禮子的衣服 我覺得很可愛 這個法枯很久以前買的 但是沒適合的衣服跟他配 然後想說好像跟著衣服 蠻搭的 所以今天就帶 謝謝drake的會員票 謝謝太空的幸運草 哈囉 普拉斯晚安 閃西一張 閃西哪是這個圖 這個圖案 謝謝瑞蓉的Kiss juju 你你你你 為什麼今天比較晚開呢 因為我剛剛在跟品牌他們玩 狼人殺 我們在網殺 然後我們剛剛 我們七點開始玩 然後我們玩了 玩完一局然後第二局 因為玩第二局的時候 已經九點了 然後所以我剛剛就狼人 人很好的 狼人很好對 狼人很好心的就把我殺掉了 所以我就來直播 對不然一局應該會玩很久 好 哈囉 威如晚安 誰常被殺 沒有我們只 只玩了兩局 我玩了一局半 因為剛剛九點了 狼就先 好心的把我殺掉 我就可以來直播 不然 玩完一局可能 一局大概也要半個小時起跳吧 因為我跟你們講 黃秘俗是我們的那個 上帝 因為他不太會玩 我們我們就叫他當上帝 然後他超雷的 他超雷的 他晚上問那個 預言家說 你要查誰 然後預言家可能就比較 然後他就說 好 六號的身分是 然後我聽到的時候 我想說 所以預言家剛剛查六號嗎 然後 但是我不敢講 然後我想說 裝沒事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發言的時候 我就說 我就說 欸 剛才預言家好像是查什麼 然後結果我就 欸 發現 欸 你怎麼講出來了 然後我們又重新 就是第一輪 發現才剛開始 然後就突然 我講了這個bug之後 然後大家就說 不行啦 這樣沒有辦法打套路 然後又重新發牌一次 我本來那一局拿到好人的 然後結果又重新再發一次 結果我第二局就拿到狼 我不喜歡當狼 我喜歡當好龍 所以就是 我們的上帝在雷 上帝在雷 如果他沒有 因為發牌 然後因為我們是用那個 那個視訊會議的那個在玩的 所以 發牌的時候就是 要花蠻多時間 就確認說 就一個一個 確認說誰是什麼身分 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的上帝在雷 然後我們剛剛就 因為這個 然後又多耗了十分鐘 然後我就 來不及玩完第二局 所以我剛剛只能 被迫殺掉 謝謝演的小雞蹦蹦 這樣第二局的Mina知道 不是 謝謝修哲的野豬冰冰 因為我是 我第二局我是石像鬼 我是石像鬼 所以我晚上我是沒有跟狼人見面的 謝謝羅獵狼的夢幻煙火 對 但是狼人知道我是狼啊 所以為什麼 我還是很好 為什麼狼人最後還是把我殺掉 那這樣子不就少一個狼同伴嗎 還是就真的 就為了讓我直播把我殺掉嗎 我本來想說 沒關係我就晚幾分鐘開沒關係 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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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其實石像鬼我也是第一次抽到 石像鬼跟狼好像互補見面 可是狼人會知道石像鬼是誰吧 不知道 我等一下直播結束 我一定要去問一下剛剛那一局結果是怎樣 因為他們就是把自己的狼同伴殺掉 就為了讓我直播 那這樣狼不是輸定了嗎 等於就有兩批狼 狼不知道石像鬼是誰 狼不知道嗎 狼不知道嗎 蛤 真的假的 我怎麼了 蛤 我怎麼了 你才怎麼了 我又怎麼了 我怎麼了 我今天太可愛是不是 什麼意思 要看有幾玩 我們有十個人玩 接下來的夢幻煙火 我們來進音樂 很愛三隻狼互殺互同 可是 狼是會互相 狼咬狼是很正常沒錯 但是晚上通常不會刀自己的狼同伴嗎 以為我發生什麼事情 蛤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怎麼樣 我看起來很像被揍是不是 什麼意思 怎麼感覺好久不見了 我也覺得好久不見了 楊熊的問號是對我問號還是對剛剛那個人的問題表示問號 我是蠻問號的 今天特別可愛 因為有法庫的加持 但我今天眼睛 有一點 感覺有點腫是不是 會嗎 今天的Mina很格子 對啊 是戲偶像 就是你知道 AKB的招牌就是 格子群 但我今天不是格子群 格子的衣服 妝髮都很不錯 妝有不錯嗎 我只覺得我眼睛 好像看起來有點腫 我在想我要不要貼個雙眼皮 貼可能會看起來 精神一點 好啦不貼也是OK 哈囉 柏晨晚安 今天的妝很棒 但我是覺得眼睛有點 不知道 我覺得有點 有點 針不開的感覺 用力撐打 還是我先貼個雙眼皮貼 要貼嗎 我覺得今天眼睛有點 張不開 謝謝柏晨的 信音色橘色 直播 不然我今天一直這樣看你們 我覺得這邊還好 這邊看起來有點重 用鼻桶直播 那個角度看起來很辣 很辣 認真 你們講話真的是很浮誇 謝謝俊家的甜蜜愛心 嗨班長晚安 剛剛角度是女王角度嗎 當然我可是倉鼠波的第一美少女 而且應該是因為今天的衣服比較深色的關係 而且應該是因為今天的衣服比較深色的關係 髮色看起來比較淺 我自己是蠻喜歡淺的髮色的 只是因為我都是自己染頭髮 所以有時候顏色其實就是上不太上去 謝謝智琳的看好鳥 謝謝智琳的看好鳥 謝謝坤坤的閃光星星 每一條本來就很難弄淺 加上我本身的髮色其實就蠻深的 但是我又不想 不想要去外面染頭髮很貴 而且最近我現在頭髮真的超級長的耶 因為不敢去外面剪頭髮 我覺得現在很恐怖 特別是這禮拜就是握手會了 就是 就是而且現在 怎麼講 確診的成員也 也逐漸增加 所以基本上 而且每天確診數都是六萬起跳 基本上就是感覺你只要出門 你就會接觸到 然後只是說看每個人的抵抗力怎麼樣 然後是接觸時間多長 就是你只要有出門 你有搭大眾交通工具 就是你肯定會接觸到確診者 感覺只要你出門 你就是有危險耶 所以我現在也只能把自己每天關在家裡 我覺得很恐怖 因為萬一握手會前就是有什麼狀況 因為我知道最近也有一些粉絲也是 但是不管是自己也確診或者是家人確診 那都必須要居家隔離什麼的 所以 握手會變數很大 而且如果是成員自己的話 那也沒辦法 所以就 現在就很害怕 我自己也很害怕你知道嗎 就是 有時候會突然覺得 早上起來出來覺得 喉嚨有點痛我會不會得了 可是 怎麼講想一想又覺得 可是我自己每天都在家應該是還好吧 但我上一次出門是那個 就是去 去異想天開節目那個阿里山露營 露營的話因為我們當下是 雖然我們露營前是有快篩過 但是 就是還是會怕怕嘛 就是突然突然 早上起來突然覺得喉嚨 會不會其實 會不會自己嚇自己 但是除了那之外 我是都沒有出門的 我真的 我現在在撐 努力撐到握手會那一天 不然我真的很怕 有個三長兩段 露營那天感覺很ㄎㄧㄤ 露營那天ㄎㄧㄤ而已嗎 這麼對我這麼有 信心喔 我今天不ㄎㄧㄤ是不是 喉嚨癢癢癢的就趴抱 對啊 而且 但是因為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新冠的那個 因為有些人就是沒什麼症狀 所以會很擔心自己 因為比較嚴重主要大家 會有的症狀就是說會一直乾可 喉嚨癢癢的什麼什麼的 雖然我都沒有 但是自己心裡會怕怕 就只要我有 反正因為我就是有出門過的人 然後我就會想說 會不會我自己其實是無症狀 會不會就是會擔心很多 哈囉浩哥晚安 宿舍組直接全滅 也沒有到全滅啦 只是 只是要居家隔離而已 只是要隔離而已 但也還沒有說確診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就算同住一家人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會那個 因為像當初 像當初奶奶也是 她的同事確診 然後她也是要居家隔離 一個星期嘛 那時候 好像什麼三加四喔 然後因為我們家有兩成嘛 所以都是 我跟她那時候一個禮拜都是這樣分開的 但我就很累 我就很累 我就要幫她準備她的食物什麼的 那還好最後她也沒有事 就是 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反正是我們住不同的樓層嘛 然後她只是因為只有一個浴室 就洗澡的時候她 她會下來 然後我就 房間關門這樣子 我自己覺得就算是一家人 也是可以好好防疫 就是 不一定會得 我覺得啦 就是 多注意衛生啊 我那時候 我很怕奶奶得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 我想說萬一奶奶也中了的話 那我等於就不能去露營 然後我之後的時候活動 就是哇天啊 就是 就是疫情啦 因為現在是最嚴重高峰期 真的是 現在看每天六萬六萬起跳 我都覺得 蛤之前一天 一千多的時候 我們到底在怕什麼 就是 好啦其實是該害怕 但是就 現在才是真正可怕的時候 我真的 那時候奶奶說他們公司 有人確診的時候 然後我就超怕她也得的 而且她自己那天回來 然後就說 嗯 我覺得我喉嚨怪怪的 然後我就 就想說完了她一定是中了 就是 就是 你知道嗎 就是 自己會有那個 心理作用 對 然後那個狂噴酒精 就是疫情 兩年以來 我噴最多酒精的意思 因為那時候我想說完了 奶奶一定中了 然後就戴著口罩睡覺 然後就 一直狂噴 各種地方一直噴一直噴 她只是想下 我沒有沒有 就是 我覺得這樣就是心理作用 就像我有時候 我都待在家裡 然後有時候早上起來 就 很痛 超莫名其妙的喉嚨痛 就是 自己會心的 然後可是 可是 第二天又突然好了 我就想說 就是 原來是 可能只是天氣變化大嗎 但最近天氣變化確實蠻大的 就是 最近這幾天一直下雨 然後天氣也比較涼一點 但我快篩都 都是沒事的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會 心驚驚 嗨 哲瑋晚安 純粹早上還沒開上吧 有可能 然後因為我對你們說 去露營的時候 去露營的時候 就是他們買了超級多零食的 然後最後就可以 就給我們自己 就是帶自己喜歡的零食回去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大概在分 然後我拿了超級多巧克力的 就是我回到家 我還很大方分奶奶吃 因為平常我們家零食 都是我在買奶奶都不買 然後每次只要我吃什麼 他說 可以分我一口嗎 他就是那種自己都不買零食 然後只要我買什麼 就用一口一口 就是 我買零食我也只想要吃一口而已 就是你知道他就是那種 太壞了 想要A我的零食 但我人很好我都會分他 聽說買了6000多塊 對 我想說哇賽 買零食 他們去哪裡買零食 全聯欸 我最常去逛的全聯 去全聯買零食而已 怎麼可以買到6000塊 零食怎麼可以買到6000塊 我真的覺得是 哇好厲害喔 6000塊可以買多少東西 我一個月火食費都不到 我一個月 我一天才花 一天平均算100 我一個月火食費不到3000 他們光買零食可以買到6000塊 那全年半間都被他們搬完了吧 零食可以買到6000塊 真的是 哇 對啊我覺得 怎麼可以買到這樣子 財富自由欸 我也是財富自由 比家長那麼高是有道理的 你說吃零食會長高嗎 不要那 我零食吃了 可不比飯少啊 可是不喜歡吃飯的 我一天平均吃100塊而已 差不多 100塊是蠻健康的 但其實常常都是不需要100塊的 因為我很常就是買 就是我一次買的量啦 大概是可以吃一個星期的 就是蔬菜水果什麼的 但一次可能就要 大概要花個 看買什麼東西 但大概算抓個300好了 其實那個300塊是可以吃一個星期的量 對 但是我本身食量也不大 我本身食量也不大 而且我 就是我通常一天吃兩餐而已 那有時候我比較早起 就是我偶爾會難得的早起 就是我只要早起的話 就會是那種4點半5點6點這種 但是如果不是這個時間起來的話 就是很少會在那種9點10點 這種就是很中間值的時間起床 就是我通常就是4-5點起床 不然就是12點中午12點 我很少就是會有9點10點這種中間值 對 因為如果 但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10點起床的話 我可能就會讓自己就是 可能11點12點再吃午餐這樣子 對 但是如果我 我比較早起 就4-5點就起床的話 我可能就是 會泡個麥片喝這樣子 但是因為麥片是 蠻便宜的東西 就是那種一包衝炮式的嘛 大概也才10塊錢左右吧 所以 也是蠻便宜的 比軍人還早起 沒有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時候就是 我早起的時候就會很早 但是我自己是蠻喜歡自己早起的時候 就是我只要早起的時候 會特別有讀書的欲望 因為很早起我就有非常多的時間嘛 我一整天就是我 我通常每天一定會有音樂 就是練唱歌也好 或是練琴也好 那通常 因為太早 不好意思打擾鄰居 所以通常會是 至少10點過後啦 或者是下午 就是比較會有音樂這塊 那早上的話我就可能就會來 學習 對 會去晨跑嗎 沒有我不喜歡晨跑欸 我早上起床就是 眼睛腫連夜很腫啊 所以我早上 我早上就不太會那個 而且我就不喜歡一大早就是 把自己弄的就是 汗流加倍的 這樣回來要洗澡什麼麻煩 我自己是喜歡夜 夜跑 對 跑完消水種 可是這樣我一大早就 頭髮就是塌的 都是汗都是油欸 我不喜歡這樣子 我喜歡晚上 流完汗然後沖個澡睡覺 就會覺得特別好睡 早上跑完洗澡很舒服 可是這樣就變成我一天要洗兩次澡啊 其實之前在春的時候就是這樣 之前在春的時候就是 我們每天早上都要晨跑嘛 然後 但這樣子就變成 其實晨跑我也沒有不喜歡 但就變成我一天得洗兩次澡 我自己覺得有點浪費水跟洗髮精 或者是 早上就可能就用水沖一下不用洗髮精之類的 但我就覺得就蠻浪費水的 就是我一天就必須要洗兩次澡 浪費瓦斯 對啊就浪費瓦斯浪費水啊 我每天洗澡好像被我媽媽罵欸 小時候每天洗澡媽媽會說 浪費水兩天洗一次就好了這樣 洗頭的部分啊 但沖澡是可以 但對啊 就晨跑的話是這樣 還有一個就是怕太陽啦 就是 就是 早上去跑步 那時候在村子裡面我們好像八九點去跑步 那時候在山上其實是 雖然體感可能沒有很熱 但是紫外線是很強的 所以 即便都已經穿 薄外套這樣 套著了 還是 還是曬黑了 你就抹防曬 你又浪費防曬爐的錢 你要嘛 穿長袖 然後跑完你還要浪費洗澡水 那城跑是不是一件很耗成本的事情 是不是 可是 夜跑的話你就沒有 就是不用顧防曬 你又不會 因為抹防曬爐在流汗 大家都知道不太舒服 有時候會黏黏的啊 那你穿著長袖跑步也很熱 所以我自己是喜歡夜跑 也比較涼爽 然後不會變黑 我很注重防曬的 因為我 我說過很多次吧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長的沒有很好看 所以 就是 至少讓自己 不要那麼黑 就是 白一點 也沒有 但是白不白這個也很看 你的那個底子嘛 因為像品寒就是 天生 就是 冷掉膚色的人 就是 他天生就是很白很白 那像我們這種就是一般人 普通凡人 就是 黃種人 我們在怎麼白 就是 就是這樣子 但你站到真的像品寒 或者是什麼 舒華那種 超白的人 旁邊 就是你還是 他們是 整個白 你還是有點 略黃 我還是 我還是蠻黃的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只能說就是 我們這種 黃種的 稍微曬黑一點 看起來人就更黃 所以 只能讓自己盡量保持白一點 就是你知道可以 就是 如果已經 就是我真的覺得自己長的沒有很好看 但如果我又曬了很黑的話 那就更 也沒有到曬黑就會變醜 但就是 比較 一般 就是 像我走在路上 我不知道 可是每個人審美不一樣 但是我走在路上 看到那種很白的女生 就會忍不住多看幾眼 就說 好白喔 好好喔 你看怎麼被說的像歐洲人 但 就是本來就是有這種 天生就是很白的人 哈囉 高麗菜晚安 果然是大叔 女生也會看美女啊 謝謝俊架 鍾琴玫瑰 我今天眼睛真的是看起來好 很像小時候 很像小時候那個 其實我小時候就是這種眼睛 我小時候真的就是 平常就是這種狀態 看起來就會呆呆的 但是就是 要 我覺得我是不是那個 那叫什麼 眼瞼肌喔 比較不發達喔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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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要很 有意識的把它撐開 才會是 就是 正常的眼睛 不然我常常都會 就是 軟爛的狀態 對啊我眼睛是 呆呆的那一種 女生是會看 女生是會看 但像我去騷擾店員的美女 我哪有 我哪有騷擾店員 我沒有騷擾店員 我本來就是單眼皮 是啊 我是啊 只是化妝的時候 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 比較 爽 就是 怎麼樣 也不是比較爽 化妝的時候就是雙眼皮 內霜 我這不算內霜吧 我就是很 我很單 其實 我很單 表弟表妹沒擦防曬乳 也不會曬傷 也不會曬黑 但是不會曬黑 不會曬傷的人 應該是比較容易長雀斑吧 就是 像歐洲人的皮膚 要不要來卸妝一下 蛤 我妝已經 我妝已經 這麼淡了 還要我卸妝 我妝真的超級無敵 淡到爆耶 就是 我現在沒有畫底妝耶 我只有畫眼睛而已耶 我只有畫眼睛 我已經 這麼淡了 而且我眼妝也沒有畫很重吧 這樣啊 叫我卸妝 我花那麼辛苦 我在直播 然後現在 播不到半小時 叫我卸妝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單的很古典 我的眼睛是古典 我第一次這樣 我第一次聽到 有人這樣講我的眼睛耶 謝謝Akia的香檳 我覺得奶奶的眼睛比較古典耶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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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 她的眼睛比我小 然後是 她 她 她有一點微鳳眼 但她自己 很滿意 她對自己非常有自信 謝謝君家的告白氣球 還有謝謝Akia的火箭碎片 就是 她覺得她自己是那種 明膜臉 但我也必須承認 我真的覺得奶奶是明膜臉耶 就是 那種超模 超模臉 超模其實 你們看很多超模 那種 東方臉孔的超模 他們通常都是單眼皮 然後有一點微鳳眼 然後 臉的形狀 會是 冷角比較多的 奶奶剛好都符合 奶奶的臉就是 冷角比較多 然後眼睛也是很符合東方 東方女生的那一種 外國人喜歡的東方女生的那一種臉 那種眼睛 微微鳳眼 我沒有鳳眼啊 我眼睛這麼垂耶 我就是看起來比較 無神一點 就是如果 不是用力的狀態的時候 只是工作模式 然後再加 懶散模式就是 不太喜歡把眼睛展開 奶奶是比較東方 東方美的那一種 對 是蠻有特色的啦 我的話我覺得比較 不是東方啊 就是比較 日本 日本臉 錘 幹嘛 我說眼睛啦 不是眼睛啦 喜歡呆萌臉 呆萌臉 我的臉是呆萌奶 小狗眼 欸 可是我記得我以前有被人家說 我的眼睛像貓咪耶 沒有被說過像狗狗 狗狗的話好像要再垂一點 我記得有些人的眼睛是 呃 不 我 有些人的眼睛是像狗狗那樣垂垂的 我的話是被說像貓眼耶 我自己不知道 我有被人家說過眼睛像貓咪 那我今天眼睛真的是比較腫一點 對 我不要笑就好 可是我不要笑我的臉還是很圓啊 呵呵 日本是東方 但就感覺 怎麼講 日本有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營造的一種 美感 謝謝熊熊的粉紅泡泡 欸這隻熊怎麼這麼黑 它是非洲熊嗎 這隻熊是蠻黑的耶 臉很乾淨都沒有痣 欸真的 我以前也有同學 觀察過我的臉 謝謝熊熊的鍾琴玫瑰 因為好像大部分人臉上都會有一些痣什麼的 我記得讀國小的時候 然後我班就有一個同學 就 就這樣看著我的臉說 你的臉好乾淨喔 對耶 就跟你剛才講話一樣 就說你的臉好乾淨喔 都沒有痣耶 然後我才發現 因為好像身邊的同學 大家臉上好像通常都會有痣 就是有些人可能 就是不明顯 但是就是會有那種小小的小痣 對我以前就被人家說 我的臉很乾淨 怎麼沒有痣 然後我自己 我自己研究了一番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原來我這裡有一顆痣 眼角這裡有一顆痣 但是 真的只有這裡耶 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眼角有痣 我以前都不知道自己眼角有痣 然後是因為我那個同學就觀察了我的臉 然後我才發現 但是真的就只有這裡有痣喔 其他真的都沒有痣耶 喔鼻頭 鼻頭小時候還沒長出來啊 不是不是 不是鼻頭沒長出來 我說鼻頭有一顆痣 但他今天不太明顯 為什麼 他有時候很明顯耶 我看看 他煎草不明顯喔 還是有啦 只是今天 我知道了 因為可能穿 深色的衣服 所以臉這邊看不太明顯 但反正我 對我小時候鼻頭是沒有痣的啦 就是後來 長得越來越像老鼻 然後就這裡就長了一個黑一點點 對 有啦你們看 有這樣就看出來了 因為反光就看不出來 你看 好生氣 你們有看到嗎 你們有看到嗎 因為反光看不出來 就是這樣子 是沒有靠痣 可是我這樣壓一下 他反光的點有沒有 就不見就跑出來了 對啊我鼻頭 這裡有一個痣啦 但因為反光看不清楚 但我這樣按一下就有了 嘿嘿嘿嘿 對啊 我鼻子 但我小時候沒有這個痣 長大 越長越像老鼠 這裡才有一個痣 因為痣長出來才像藏鼠 我覺得是耶 因為我以前從來沒有被人家講過綽號 是藏鼠耶 我真的是 越大 我就 開始長了一些鬍鬚啊 然後 就 臉頰 小時候好像也沒有那麼 那麼 膨 然後鼻子這裡又長一個 鼠鼻 就真的 不知道為什麼越長大 都 越長得像藏鼠 我以前真的沒有被人家講過像藏鼠 我是 越長大越像老鼠 而不是老鼠 藏鼠啦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我覺得跟智有很大的關係 越來越藏不住真實的身份 哪有 好 總比像家屬好 家屬 你們都是我的家屬啊 我們不是一家人嗎 我的特色是 圓臉 是倉鼠臉啦 其實是倉鼠投胎 你說倉鼠投胎 我真的會相信耶 我真的是很少看到有人長得這麼像藏鼠 一切都是因為 家屬好像有點灰 對啊 家屬是灰色的 右邊眼睛藏了一個愛血 我今天練了非常多的歌 昨天跟今天練了很多歌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很神奇喔 就是上次不是去前幾天去阿里山露營嗎 然後 我露營 我露營的時候唱了非常多歌 可是我真的是 露營完隔天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喉嚨好像不太舒服 然後 我那時候就好幾天都沒有唱歌 然後 然後 昨天又突然好了 然後我就 我就超開心 我就狂唱 然後就突然發現自己唱歌 變得超好聽耶 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靈所 但我真的 我自己一開始還不太 不太相信 但是我就練了一些我覺得比較難度比較高的歌曲 然後就 就唱上去了耶 就是像我 因為我前陣子本來有想要錄Cover 但是我就怎麼錄 我就覺得自己聲音好難聽 就沒有那個 就沒有那個Feel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我前陣子 有練一些歌想要錄Cover 但我就覺得自己聲音怎麼變那麼難聽 然後我就想說等狀態好一點再來錄好了 就是 雖然之前目標是說每個月都PO一次Cover 但是 我就覺得成品沒有到非常好的話 也不是很想要放上去給大家聽 對 然後就 昨天就突然 就突然 久違的一唱 然後突然發現奇怪怎麼之前那些歌 就突然就唱得上去 然後發現 就是超級順到一個不行耶 就突然覺得自己唱功突飛猛進 就是 就是從阿里山 回來之後 阿里山 那兩天我唱超級多歌 因為我暈車的時候 我發現只要唱歌就不會暈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懂 因為那個山路真的 非常的暈 然後我發現只要唱歌的時候 可以讓我的氣集中在一個地方 現在博城的野豬冰冰來囉 反正我那時候在車上 我就是很暈啊 我就是一直 我就很暈啊 我就把眼睛閉著緊緊的 然後車上會放音樂 然後我就跟著這樣子唱 然後我就發現唱的時候 好像就不會那麼暈 然後所以我搭車的時候 山路那段 來回我都是一直拚命唱歌 超級吵的那一種 對 然後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 對可能吸收到阿里山上的什麼 什麼氣吧 反正我真的回來之後 我就突然覺得自己唱功 就是變好了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以前我唱不太上去的歌 或是一些轉音什麼 就是變得超輕鬆就上去 不可能 因為暈車在車上隨便唱 就突然 唱功進步吧 我自己是覺得 我不太懂 但是 對我這幾天唱很多歌 不知道為什麼 唱出來還是心理 當然會唱出來阿 在心理唱哪是要唱阿 通常把這叫做凝 對我相信 這應該是一種 這怎麼講 人把氣息集中的話 你就不會那麼 你知道 暈的話就是整個就是 換散 所以如果大家很暈的時候 也可以考慮就是 把氣息凝聚在一個點 對 在高海把唱歌對唱功有幫 不可能耶 我不知道 反正我真的覺得就是 就是唱功變好了 去露營回來之後 三神加持 我也不知道 對大家不妨也可以試試看 星星給的力量 不知道耶 但我有在山上唱 看著星星唱天狼行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哇 超浪漫的 雖然是自己唱給自己聽 但反正我就覺得很浪漫就對了 可能真的有一個人住在天狼行上面 聽我唱歌 髮帶加持的倉俗 我真的覺得我是很適合頭上有擺東西的人耶 我每次假如頭上有帶什麼東西 就算是條鹹魚 大家都會覺得 哇 今天的Mina好可愛喔 現在還有小火車嗎 不知道耶 應該是有吧 但我們沒有去到那邊 因為我們的目的是看螢火蟲 有吃糞啟糊便當嗎 沒有 我們都自己做菜 我的生意傳到那邊可能要好幾百萬 在星星上聽我唱歌 怎麼樣 唱得怎麼樣 請給分 還有什麼事情呢 有重回拍螢往之前的地方 沒有 那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個是不一樣的地方 那個要再上去一點 但我那幾天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 選擇睡覺 謝謝瑋哥 真情告白 法庫看起來像珍珠項鍊 法庫看起來像珍珠項鍊 哪裡有珍珠 哪裡有珍珠 有珍珠 有時候對於你們的問題 我都感到問號 謝謝彥華的小雞蹦蹦 深血沒有戴法庫啊 深血哪有戴法庫 你說戴在脖子上的法庫喔 對 那是法庫啊 那是法庫啊 我上次直播不就說了 因為 因為 項鍊只有一條 所以我最後就只有戴 法庫 在脖子上 你們話題可不可以不要那麼跳痛啊 突然就講什麼深血真 我就是 很問號耶 謝謝均壓了會員票 熊這麼黑是不是非洲來了 現在還想笑 你們 等一下你們每個人的話題也 有人是lag很久耶 那個已經那麼久還在笑喔 然後有人就突然就講 欸 深野真那個什麼 珍珠 髮枯很像珍珠項鍊 有沒有話題 有人活在過去你知道lag中 然後有些人已經跳到未來 然後有些人還在就是跟我同一個時空裡 大家怎麼會差那麼多 然後我有時候真的gap不到 你們現在是在哪個時空耶 然後我常常就會各種問號 因為每個人在的時空不一樣 大家的進度不一樣 好我要學會抓你們的那個 每個人的小宇宙對 跳痛代表看直播的人很多 有嗎 其實每次直播的時候有時候真的都 都不知道到底哪些人在看耶 就是 有時候直播看的人啊 很少 有時候很多 可是每次跟我在聊天互動的 都是差不多的人 然後我想是奇怪 就多出來 因為我看的到在線的人數 有時候多出來的那些人 到底都在幹嘛 為什麼都不留言 對啊 今天多不多今天就是普通啊 正常的 都是分身帳號 所以都不會跟我互動是不是 都掛聽比較多 哈囉明立晚安 好啦但是直播多一點人還是比較開心 就算是掛聽也沒關係 知道有很多人在聽我講話就好了 暈到無法打字 直播有什麼好暈的啦 直播有什麼好暈的啦 可能有人覺得打字麻煩 手機打字已經 已經算很快了吧 它很多選字什麼啦 你們還有罐頭可以按 謝謝夏爾的超愛你 可能有人同時看兩台 好吧 好吧 我相信是有的 其實打字很累 我知道啊 因為我自己也是不喜歡打字的人 我很少在跟別人聊天 打字什麼 我比較喜歡就是面對面的 其實我還蠻刮躁的 面對面都很刮躁 當然我平常就是懶得打字 我打字其實都蠻慢的 我懂就是看著手機打字 其實蠻累的 但是 但是直播也不會很久啊 我直播大概就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有時候會比較久啦 但 但 就是跟 喜歡的偶像聊天 還好吧 就不會累啊 因為像我其實有時候也會 就是看那個Youtube Youtube有一些那個 首播的時候 就是聊天室都是好多人 然後我就 聊天室可能就是幾千幾萬 然後我就喜歡 像跨年的時候 大家一起看那個 跨年的節目 然後 因為人很多 我就會混在裡面 就是如果很少人的話 我反而還不敢打字 可是人很多的時候 可能 誰出來了 然後表演很讚 我就 我就會 我就會在那邊瞎起哄什麼的 就是我今天不是一個 喜歡打字聊天的人 但是有時候會 就是會在那邊 那叫什麼啊 人多 人多趁亂就是 起哄的那種人 我 我有在聊天室遇到粉絲過嗎 有耶 有耶 但是粉絲應該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也並不知道 那個粉絲的本名是什麼 因為大家在Youtube就是 用的名字 跟直播是不太一樣 就是 我為什麼知道那個人是粉絲 不一定是我的粉絲 但是因為我曾經看過那個帳號 就是有在 有在AKB48 TeamTP 官方的那個底下有留言 就是 有流過眼 所以我對這個有印象 然後 我在看 就是其他的那種 Youtube首播的時候 然後又看到這個人 他不是AKB的粉絲嗎 但是他可能也同時也會去看 就是 可能 其他的 其他的 節目或是什麼 對 所以應該就是 有在關注台眾的一些 粉絲吧 就是不是只關注我們 就是 我有看到 當然不可能特別回應什麼 就是 原來 粉絲也是 跟我的休閒娛樂 有時候也是有一樣的 這樣子 不能亂留言了 但我不知道你們的 名字是什麼 因為大家Youtube的名字不一樣 我Youtube也不可能叫潘之宜吧 這名字 我在那邊 我被看到多尷尬 多尷尬 統一人設很重要 統一人設 不知道統一什麼人設 去哪裡都同一個名字 我真的不想被你們發現是我啊 所以我才故意用不一樣的名字的 全網都是一個不要 我就是不想要被大家發現我的喜好 而且我之前有說過吧 就是 我自己是一個不喜歡被別人發現 我的喜好的人 對 雖然成為IDOL之後已經 我覺得我已經快沒有隱私了 怎麼都跟你們講了 我真的應該都沒有隱私了 但我還是有一些 就是平常 平常可能會看一些 Youtube頻道什麼的 有時候會在上面留言 但這個就是 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可能 因為大家可能看的跟我差不多吧 比如說什麼RyuTV啊 老高啊這些 就是我有時候 其實是會在Youtube下面留言的 就是我 我以前其實是完全 就是潛水仔 但是自從我當偶像之後 我就發現其實 大家的每一個 每一則訊息或是什麼 就是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 很溫暖的存在 就是我以前就是 就是看完影片 就這樣子 可是我自己當偶像之後 偶爾會收到那種很暖心的訊息 然後我就發現天啊 就是 我儘管我今天遇到一堆鳥事 但是就因為 那一則訊息 我就可以覺得 啊 就是好溫暖 或者是我今天可能 我失言 我就講 講錯什麼話 就是可能就是一個誤會 我覺得我以前很常發生耶 就是 不太會講話 也不太會解釋 當然我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被大家誤會了 然後可能大家就會那天 私訊狂 灌爆 就罵我之類的 但是這時候 就有看到 有一個人懂我 然後就是鼓勵我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 會有被安慰到啦 但是還是知道自己 就是以後講話要 就是 算是辦公眾人物 還是要謹言盛行一點 對 不然粉絲都被我嚇跑了 對 所以就 因為自己在當偶像了 所以 所以就覺得這種 小小的一則留言 其實就是很 是都蠻重要的 就比起那種 酸民只愛酸 我就覺得酸民真的是 很煩就對了 所以我現在看到一些 影片或什麼 我有建議 我覺得不錯 就是我會盡量鼓勵 會多留言 可是我又不想要大家 就是發現 Mina原來有在看什麼什麼頻道 就是我自己 有看到特別喜歡的 我當然會跟大家分享 但是我可能 平常也會看一些其他頻道 不一定 我不可能 就是說我今天看什麼什麼 全部跟你們報備一次 但我在底下留言 有時候沒有很想要 大家知道 那個其實就是我 其實我在鼓勵其他的創作者 就是沒有 我不要 我還是想要自己的一些飲食 謝謝阿俊 看好你喔 是要來一首 玉可維的暖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暖心 我今天打算唱很多歌 我覺得我今天聲音還不錯 對 我覺得回饋很重要 這個是我在當偶像以前 我 所不了解的 我就是一個很 安靜的人 就是 但是當自己成為偶像之後 才發現每一個留言 每一則訊息 是多麼的重要 我有追蹤慈修 有啊 我們之前那個笑唱的時候 有 有遇到過 慈修很可愛啊 是長頭髮的男生喔 可愛 Mina有在追劇嗎 有 有有有 我最近 昨天 我昨天 看了那個 神探且力略 這個也是因為 我之前 我之前 叫大家推薦給我 因為我有時候 我比較喜歡看那種 我比較喜歡看那種 怎麼講 推理類的那一種 然後就有粉絲推薦我這部 然後這部 但是因為 我有先問奶奶 就是 粉絲推薦我的幾部劇 然後我就講一講 然後 奶奶就說 欸這部他有看過 真的很好看 他叫我趕快去看 所以我就先選了這一部 對 是福山雅治演的 欸 我昨天看了一集 然後今天也看了一集 福山雅治真的很帥耶 我一直聽過這個名字 但我從來 就是沒興趣 因為我已經心中男神 已經 是三下自久了 對 我從來不知道福山雅治耶 就是我聽過這個名字 但從來不知道他長怎樣 然後看了之後發現 欸真的是蠻帥的 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對 但因為我看這劇就 就是 沒有很 沒有很快啦 反正我現在看兩集而已 目前覺得還不錯 還不錯 像名稱探柯南那種嗎 柯南有一點 柯南有一點 柯南有一點太 想得到 我覺得柯南的結局都太想得到了 可能因為他一集的時長有關吧 就是 很多敘述上面沒有到那麼的 那個 那麼詳細 但像這劇的話 一集通常 四五十分鐘啊 就是會比較 有可看性啦 我覺得 雖然柯南有時候也是會分上下集啦 反正我 自己都蠻喜歡這類型的 那時候柯南太唬爛 我覺得因為柯南就是演很多集 所以 演到我覺得好像作者是不是到後面有點 沒有東西寫就會 開始有一些很 很瞎的那種 犯罪手法或是什麼的 就是有點太容易被拆到了 不要想調一下我的鏡頭 柯南電影已經變成超科幻片了 好啦 但我不是柯南迷啊 柯南我其實沒有 就沒有到很愛 就是 電視播偶爾看這樣子 欸就是 就是柯南到的地方都會出現命案啊 就是每次看到的時候想說 欸 又知道等一下要出命案了什麼的 就是 柯南我還好 我喜歡就是猜 意想不到的結局這樣子 柯南根本死神 對啊 這首怎麼好好聽啊 好像是日文的那種HIPHOP 之前聽到就覺得很讚 柯南有些真的很扯 但是 也是因為是動漫吧 就是動漫就可以演一些比較誇張的東西 對 推理劇 刪除人神 今天娘會有演 那超值得看的啊 等我那個 等我神探企業力樂看完 我再來看 都來夢呢 烏龍派出所也是越坐越扯 但都來夢本來就是走那種 你知道 科幻派的 就是 就覺得還行 烏龍派出所的話就是 反正就是很誇張啊 沒有一個 沒有警察是那樣子的吧 但就是 娛樂嘛 就是 怎麼講他 烏龍派出所他主要也不是在 講犯案什麼的吧 所以 就還好 但是柯南因為他本來就是以 偵探破案為主 為主的一個動畫 但是有時候 就是 沒做好的話就會很出戲啊 你哪有看其他動漫嗎 沒有耶 我沒怎麼再看動漫 那不不是爆炸頭 但是 反正尖連將會留長髮就是很好看 前例越後面越好看 我真的覺得 不錯 就是看第一集的時候 我就有覺得 就是會 我會願意看下去的那種 我覺得 第一集很重要耶 因為像之前奶奶也有 她也有推薦我另一部日劇 她本來說就是我可以看 但是她有跟我說 前面一二集可能會比較煩悶 但後來會很好看 然後我就覺得 蛤 這是有點糾結 因為我覺得 你前面一二集做的如果不能夠吸引觀眾 那你就不會是一部好的劇啊 即便後面很好 但是我有可能 一般觀眾可能都跟我一樣 就看一二集 如果覺得不能接受就會氣追了 所以 不知道 如果真的沒有東西看 可能會看一下吧 因為我覺得 我跟奶奶 就是畢竟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 我們都還蠻了解對方的那個喜好的 所以 奶奶推薦我的劇真的都很好看 然後我推薦給她的她也都非常喜歡 這樣子 第一印象很重要 就是我覺得一部劇成不成功 她第一集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 你要把你的主題 然後你要演什麼很明確傳達給觀眾 然後 就是 通常很多劇就是 你看首播收視率會最高嘛 然後 中間如果你沒有做到 會讓觀眾想要 趕快緊接著看下去的話 那成績就會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第一集是非常重要的 炸七遊戲第一集就很精彩 對 還有我上次看那個什麼 喔 經濟之國 第一集超精彩的 第一集就是什麼事都發生 我想說哇這可以直接 這是一集就可以結束了吧 一集 我覺得我看到好多東西 超精彩的 很多神作是第五集還是第十集 急轉彎開 低走高 這樣也是OK啊 但是我覺得第一集還是 就是會決定 你要不要繼續看下去的 一個主要的關鍵 謝謝 哈囉 Charles 晚安 前日是推理小說改編 我看很多那種推理的日劇 都是從小說改編過來的 我覺得可能寫小說的那些小說家 都是 怎麼講 就是想像力很豐富的 就是 哇怎麼可以想出這些東西 很厲害 經濟之國今年底會有第二集 超級期待的 很期待 我覺得經濟之國很好看 算有點血型 但真的好看 好看 就是論第一印象的重要 我真的很想貼一下雙眼黑 我今天眼睛真的是看起來很 很無神耶 雖然我已經播了一小時 我貼一下好不好 不然我自己真的是有點 強迫症 我就是覺得我今天眼睛看起來一直 沒有張開 請容許我貼一下 我真的受不了 雖然你們剛剛說不用貼 但我真的覺得 看著有點 我很少在直播貼耶 但我真的覺得今天這很不 影響我 我覺得這邊很不行 這邊看起來超級 就是 你針不開的感覺 我要對著哪裡貼啊 我覺得我要拿一個小鏡子 我來貼一下你們就知道差多少了 就是 真的很 很重要雙眼皮貼這個東西 還好 我直接貼一下 如果貼不好我可能就算了 要黏到頭髮了 我好像是不是沒貼好 天啊 我覺得我 為什麼我覺得我今天 有啦有啦有差有差有差 我剛才把裡面也貼起來 我剛才真的應該 我覺得我今天眼睛 有點重 要給你們對比 啊我這邊好像沒貼好耶 我這邊沒貼好 我這邊沒貼好 好算了隨便啦大概 好像有點 好了兩邊好像是不太一樣 我有點沒有貼很好 但算了我隨便貼 我這邊沒貼好 有吧差很多耶 看起來比較 有精神有嗎 從五歲變成我哪有 哪有差那麼多 這邊比較明顯 我這邊我怎麼沒有貼好 看不出來喔 就是我眼睛比較 有神的感覺 原來比較好看 蛤 好難過 我 原來比較好看是不是 現在CKU的LOVE 我覺得天比較 比較好看吧 可是我眼影可能 謝謝太空的 鍾情玫瑰好現實 且愛的煙火 我 雙眼皮貼只有一條線 這樣子 對啊主要是讓眼睛就是 怎麼講 就是比較 你們是不是看不出來 你們是不是看不出來 跟原本有什麼差別 我自己是覺得看起來 比較有精神一點 就是比較 中間這個部分會比較提上去一點 你們真的看不太出來嗎 你們真的看不出來嗎 認真了嗎 你們只知覺多了一條線嗎 真的看不出來 眼神變清澈 哇變清澈怎麼感覺 好像有點厲害 看不出來喔 有些人看得出來 好啦反正就 我自己這樣我比較 開心一點 不然我會覺得今天 這邊眼睛超腫的 貼完左眼看起來像睡覺 蛤 貼了反而像想睡覺 怎麼會這樣 不是應該要變有精神嗎 多一條線先打192 不是那個線啦 看不出來沒有關係啊 本來就是 其實我 我雙眼魚貼也是有時候貼有時候不貼的 就是 有時候 因為我的眼睛不是 不是那種很深邃的雙眼皮 所以我 早起的話 很早 就是有工作的話一定會貼 然後晚上的話就是 會看情況 左邊感覺很重 這邊是不是 你們的左邊是這邊嗎 現在1922也打不進去 有人在嘴喔 有人在偷嘴喔 反正沒貼好 對啊我真的沒貼好啊 然後我只是想說 先把它撐上去嘛 我好好貼的話就很好看 因為我今天就隨便貼一下 我都播了一個小時 然後也沒有差 我前面都長樣 你們的左邊是這邊嗎 是嗎 雙眼皮貼才貼多久 你們看我剛才貼多久 就是多久啊 5秒鐘 10秒鐘 是要貼多久 這邊喔 那我重貼 好啦我重貼 真是的 對啊我真的我不貼就很 你知道就是那條線很淺 你們看現在這邊沒貼 這邊有貼 我知道是不是沒有 真的沒有很看得出來啊 好 反正我先貼 我先把它貼好 真的有差啦 欸 欸我找不到我的 我剛剛 喔那個 反正都播了那麼久 對當然我想說我今天有練歌 我等一下要來唱歌 我希望我唱歌的時候就是 是飄飄亮亮的 有對比就看得出來了 什麼真的是 好啦我再 我本來把它好好貼一下 好 貼看到反光會更出現 欸其實我有時候直播 我有時候直播也沒有貼好 然後反光欸 但是我都想說算了 懶得重貼 就這樣子 反正 反正 我是 會貼的 喔有啦 這才是貼好了 這樣害我這邊也想重貼 我這樣還是一大一小啊 我這樣還是一大一小啊 我這邊貼太上去了 是不是 只有兩邊都要重貼 是不是 我現在只一大一小 我真的 那這邊真的有變好看 天啊我要找我的那個 這是不是能貼15分鐘喔 沒有我平常自己弄的話很快 可是因為直播的話我就 我就要看旁邊要看中間 就很麻煩 沒什麼差 還是就這樣 我這樣有很大小眼嗎 謝謝鞋 心當的好狂 會嗎 會差很多嗎 還是還好 差沒很多 好啦還是就這樣 我現在找不到 他是 珠星不是血星 蛤 真的假的 等一下等一下 真的 真的 珠星當 真的假的 等一下 等一下 邪星當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邪星當不是在直播間很久了嗎 他不是在直播間 他不是看我直播很久 你不是看我直播很久了嗎 你不是看我直播很久了嗎 我一直都念錯人家名字的 我一直以為叫諧星當 一直都是豬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講 為什麼不告訴我 現在綜合喵喵的好狂 你們以為是我故意的 蛤 不是 我一直以為是諧星啊 為什麼沒有人跟我講 為什麼 我沒有故意 我一直以 看是諧星啊 我沒有改變 蛤 真的假的 念錯名字還說人家一直是豬 不是 對啊我記得 諧星當在我直播間很久了耶 而且我每次念榜的時候 我都會說謝謝諧星當 然後沒有人跟我講喔 還是你們有講 我沒看到 蛤 人家不是諧星耶 然後我一直叫人家諧星 我很抱歉 我今天才仔細看才發現是豬耶 是豬耶 你們以為是故意的 所以你們一直叫我念錯 沒有人跟我一樣眼殘看錯嗎 OMG 我一直把人家的名字念錯 我也太失禮了吧 我很失禮耶 你們以為這兩個字 好瘋 你們不可以這樣 你們 你們 我今天 我今天晚餐有吃米血糕 還好我沒有卡在牙蓬 我上次吃 然後卡牙蓬 卡一個小時 然後沒有人要跟我講耶 你們不能一直以為我會知道耶 你們不可以自己 自己以為喔 你們自己以為喔 你們要跟我說耶 你們怎麼都 沒有以為耶 我很笨耶 你們怎麼會這麼信任我 你們這麼信任我 我不是跟你們說過我眼睛鼻子嘴巴都不太好 耳朵也不好嗎 怎麼會信任我的眼睛 我真的一直以為是諧星啦 原來是豬 我什麼都知道 我哪有 我什麼都不知道耶大家 我今天才知道 我覺得我太失禮了吧 而且人家在直播間那麼久了耶 天啊我也太失禮了吧 腦子 大家 我真的想到一件事情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我必須要在這邊鄭重 澄清我沒有很笨這件事情 因為我不是上次去那個 露營的時候 然後我就剛到第一個休息站 然後我就把我的手機 忘在休息站嘛 然後我真的超級自責的 因為我就是覺得自己 我 因為這不是第一次掉東西 然後我平常也是各種就是 糊裡糊塗 傻裡傻氣的 我真的 這常在想 而且每次大家聽 問我 因為我講話這樣 大家都會以為我年紀很小 然後 每次 大家問我 我的年紀幾歲的時候 我都只能很心虛的說我 25歲 而且我今年快要26了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每次講出來 然後大家一定都是 很驚訝 然後我自己講完 就會覺得很羞愧 就是為什麼我25歲了還這樣子 就是 我真的 常常懷疑自己是腦袋的問題 我認真 就是常常在懷疑這件事情 真的覺得自己腦一定哪裡有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 上次直播完之後 我真的就覺得自己腦子有問題 然後我就 我就是很想知道自己的那個 IQ 對 欸 IQ 就是 智商的部分 然後我就上網 查了一下有沒有那個 測 測 智商的 IQ 就是我覺得我腦袋有問題 然後反正對 我就上網找有沒有什麼 智力測驗 對啊 是IQ 你看剛剛誰 洋熊在那邊EQ 想混淆我 明明就IQ 對 反正我就上網找 好 有沒有免費智力測驗可以 測 然後總共做了60題 然後 測完之後 但是我覺得那個沒有到非常準 因為我突然想起以前 有測過IQ 是在 是在 國小升國中那個時候 國中的 對 國中剛入學的時候 有做過智力測驗 然後才分班的 就是我做的時候我就想起來 那時候其實有做過一次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做好像 好像 題目更多一點嗎 然後反正 反正我上網找的免費那個就是 測60題 就是45分鐘內測完 60題 然後我測完是130 然後我突然想到我記得 我看了一下130寫的好像就是 就是 我記得140以上是天才 然後130的話就是算 就是已經算是聰明的人了 然後測完之後我就想到 我就想到我以前 國中的那個智力測驗 我記得我測完好像也是 我不記得自己的分數 但是我記得 我測完就是不是天才 但是我是屬於就是很聰明的那一掛 對 我國中測的時候我就記得就是這樣啊 網路的不要信 但是我因為我想到國中的那個 國中智力測驗 就是國中 入學前我們會做一個智力測驗 然後分班 然後 然後我們那個國中啊 他的分班 他的分班是 就是是照智力測驗的成績這樣平均分班 我不知道你們的國中是不是耶 但是 這件事是奶奶跟我說的 就是 國中的那個 他說是照智力測驗的成績 分班 就是 就是 女生的號碼是從 我記得那時候班上男生的號碼是1到18號這樣子 然後沒有19、22、22、23、22、25 沒有 女生 1到18號是男生 然後女生是從26號開始 然後26號那個就是智力測驗最高分的那個 然後這樣子平均分 分班這樣子 然後 所以通常班上成績比較差的就是 39、40、41、42號的 那種 沒有不是說把智力好的全部集中 我們是平均分班 就是你知道就是一個 就是每一班的26號都是最聰明的 也不能說最聰明那個 就是智力測驗成績最高的那個 然後我 對我國中26號 我國中26號真的 可是我們班上成績最好的第一名是29號的女生 所以 我覺得 就是智力測驗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 我只能說就是 因為我想起國中分班的時候 我聽說是照這個分的 然後我們班上成績不好的確實是 就是39、40、41這3號就是 成績不好 然後男生呢 16、17、18號也是成績不好的 然後加上我這次在測 我又想起我當初測的那個結果 我記得我 我不是到天才 但我是屬於聰明的人 對 S型分班 對 國中的時候真的是這樣 我是26號 就是我真的不是 我真的不是笨的 我必須跟大家澄清 我真的不是笨的 我就 算了網路測了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到很準 就是可能只是一個大概 然後 但我又想到國中那樣 我就想 其實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笨的耶 但是我 我真的給別人感覺好笨 就是生活中很笨 國中大部分都是S型分 對啊 但是你們不覺得很可怕的一個事情 就是 對 有智商跟有智慧是兩件事情 就說明我其實 因為我是認真懷疑自己腦子有問題 所以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我要去測一下 但我就 測完之後 我又回想起國中那個智力測 我就想說 我好像真的不是笨的 我好像真的不是笨 但是 就是 我真的腦沒有問題 我可以跟大家把說 我真的腦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 智力就算成績高 但是也不一定是會讀書的人 然後 生活中也不一定很聰明 因為我就是 有點屬於生活中 蠻笨的人 有智商沒智慧嗎 我就覺得中間應該就出一點什麼問題 也會隨便亂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學校都一樣 但是 我知道我們學校是 就是S型分版的 有智商但是生活白癡也很多 對 就是 因為我常常會被大家質疑 就是說 我是不是智商很低這件事情 但我真的 我自己是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是找醫生 但是我 我真的 我現在可以跟大家保證 我真的是智商沒有問題 IQ高不等於是好了 是啊 有很多犯罪的人 甚至是天才 IQ超高的耶 這不一定啊 但是我 我只是就我自己覺得自己 腦子有問題這件事情 去幫自己證明跟平反一下 就是 喔對 我其實腦子是清楚的 腦子是正常的 只是 個人有一點 就是 傻呆 這個是我的 個性 的部分 但是 就是 就單單讀書這一塊來說 我是 就是 我為了考試 我可以達到老師的要求 就是 做好 但是 可能就是 畢業之後沒有用到這個東西 我就會把它捨棄 就是我喜歡 學自己喜歡的東西 這樣子 生活治理有問題也不代表是笨蛋 對啊 只是 我只能說 對 我只能說你們以後不能再 質疑說我的IQ是不是很低這件事情 就是我 我IQ真的是 我真的是屬於聰明的人 我真的是屬於聰明的人 就 但個性方面 對 確實就是 比較 傻呆一點 有點 笨的部分 但是 我其實一直知道 自己就是 就是那種 怎麼講 生活中蠻笨的人 但是我 讀書還行 對 雖然我地理不好 但我以前考試的時候還行 就是那種 應付考試把它記下來 但我自己最愛的還是 宇文雷 對 就是 智力測身成績好 但也不代表這個人 多聰明 就是可能 沒有開發到 那一塊 對 我只想跟大家說明就是 我不笨 而且我真的有時候被自己笨到 我就質疑自己 就是 是不是 腦有問題啊 還是怎麼樣 對 我是認真 有時候會被自己笨到 謝謝追蹤 努力還是很重要 當然 不知道有沒有生活智商測驗 這個很難測吧 我覺得這個 生活的話可能被 就是平常 用棺材的 不笨可是很常做笨笨的事 對啊 所以這就是 哪個問題啊 我真的有時候會被自己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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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又 怎麼講 對啊 你到底是什麼問題啊 就是生活 生活白癡嗎 但也不 這全然是 因為我能 我能 我還蠻會打掃的 然後 煮菜做飯這些都沒有問題 就是 但又常做一些笨笨事 比如說 忘東忘西之類的 所以有點 對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我總是給大家很 很笨的印象 我就是 其實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 不可能當因為聲音像小孩 就讓人家覺得 很笨吧 想法很單純 那怎樣想法會變複雜 我才發生一些你們想不到的事情 我有發生什麼事你們沒想到的 生活應對的方式 好像就蠻 只能說 可能還不夠 社會經驗還不夠多 哈囉 冰冰晚安 褲子忘記戴著 對啊 這個我也真的是 無解耶 就是 可能就是 單純的健忘嗎 謝謝冰冰的愛你 青蛙裝想不到 青蛙裝很正常好嗎 很正常好嗎 是每個人的那個 穿衣風格不一樣 我覺得我想要補一點褲子 好 擦什麼顏色好呢 很難抉擇先拿了三隻過來 我可能真的超多的 好難抉擇 要擦什麼好呢 我想想 很難抉擇 好好好 除了 嗯 好像有點太粉 會嗎 就這樣吧 謝謝吐司姐 祝祝你喔 我真的覺得 喔 雙眼皮貼真的是神奇的東西 我應該要早點貼的 我應該要早點貼的 我剛剛為什麼拿來自信 覺得今天的眼睛可以不貼 謝謝下雨的啾啾鳥 應該是我昨天睡太飽了 我比較累的時候 雙眼皮比較深 可是我睡飽的話 眼睛就會比較腫 望龍往昔是天生的很難改 那也太沒救了吧 就是 就是 就是想改還沒得改啊 自信是你們給的 勇氣是靜如給的 像是你家妹子 你家有妹子 私藏妹甲 把裙子穿在襯衫裙裡 找了一天的裙子 什麼是MINA給的 我給你們愛啊 謝謝博神的野豬兵兵 羽農家有很多妹子 啊 你們有看過妹妹公主嗎 我以前小時候很喜歡的卡通 他好像就是 演一個哥哥 然後他家裡面有超多妹妹的 而且每個妹妹都超可愛的 襯裙不是襯衫裙 我又看錯了嗎 我看看 等一下啊 裙子穿在襯裙裡 找裙子 好勞口 你家的妹妹 把裙子穿在襯裙裡 找了一整天的裙子 只是勞口令吧 什麼意思 把裙子穿在襯裙裡 裙子穿在襯裙裡 找了裙子 蛤 那他不覺得穿很多東西嗎 我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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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眼睛真的不好 我真的很常看錯東西耶 真的是 我一下子看錯什麼 請你告訴我 我真的覺得我眼睛有問題 要去看眼科尼 後工作我居然會看 我記得是小時候電視有播啦 但是不真的很記得演什麼 但我記得 他那個時候主題曲超好聽的 我記得妹妹公主主題曲是那個 就太 我忘記怎麼唱 反正就是有一個 就是那個主題曲很好聽 其實我好像 我喜歡其實主題曲 並不是那個 我應該沒記錯吧 我記得他的那個主題曲一直 超可愛的 我小時候就很喜歡 就是這種 怎麼講可愛的東西 謝謝朱莉恩的相守之心 我現在很想要找妹妹公主的那個 OP 是這個嗎 是這首嗎 謝謝小拐麵線 真情告白 天啊 好懷念喔 我沒唱錯 真的是 原來他的歌詞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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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那一的唱 幸福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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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小妹 那個是張韓燕的吧 這個是動漫來的 他主題曲超好聽 他沒有日文歌詞所以我沒辦法唱 他只有給中文歌詞 他只有給中文歌詞 他沒有日文歌詞所以我沒辦法唱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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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的歌 可是現在聽起來還是覺得很可愛 星期次 很懷念 我好喜歡這首歌喔 好好聽超可愛的 妹妹公主 我已經不太記得劇情是傻的 反正就是一個哥哥他有很多 可愛的妹子 我從小就超喜歡妹子 是昭和年代的嗎 昭和年代 這首算嗎 這首有到昭和嗎 將會想去看很多妹子 唉唷 我也有點想回去看妹妹公主 有點忘記演什麼了 絕江遊一唱的啦 剛剛那個底下有寫 現在也很喜歡妹子 我從小就喜歡妹子 唉唷 其實我跟你們講 我真的是從小都 從小都一直喜歡看妹子 唉唷 就包括偶像什麼 以前當年什麼 5566飛輪海啊 Energy啊 什麼 他們紅到一個不行啊 棒棒糖那些什麼 紅到一個不行的時候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那時候班上的同學還會買那個 那個棒棒糖 南海他們出的那個飲料 沒有 就每個不同的人 進在那個瓶子上面啊 然後大家就會去買啊 大家都超喜歡 然後他們那時候就說 你最喜歡棒棒糖哪個 我都不喜歡 一點興趣都沒有 真的是 我小時候就只看女生啊 SHE當作我的偶像 然後 各種懸啊 許若懸啊 然後什麼 就是各種正妹 我就喜歡看這種 從小就是看女生 唱女生 我就不喜歡 就對男生一點興趣都沒有 然後我開始看男生什麼時候 就是 去年嗎 是去年新元節結婚了嗎 就是 我認真 我從小就是對男生一點興趣都沒有 然後 一直到 新元節去年 對吧 他結婚 然後我就 心碎 然後我就 開始看BLG 我就直接看了兩部BLG 一個是那個 那個 30歲處男 一個是 大叔的愛 我就直接看兩部BLG 然後 然後就突然覺得 還不錯 對 黑社會妹妹有看嗎 沒有 因為我們家沒有第四台 所以也看不到 但是 我只是想說我以前真的是 我有興趣的是大叔 沒有 我只是覺得很可愛 我覺得 大叔可愛 是好跳動 對 反正我從以前就是完全不看 就是對任何男生 真的沒有興趣 然後 然後 就對帥哥怎麼完全沒有興趣 就是 真的是 新元節一結婚之後 我打擊有點很大 然後 我就開始看 就是開始看 先從BLG開始 然後我發現 欸男生好像也不錯 然後 我最近又開始看帥哥 然後我就發現 欸 就是 就是 尖田江會很不錯 然後還有我最近也很喜歡那個 Fujikase 對 就是我開始會聽男生的歌 我以前真的是 完全沒有興趣欸 以前到底怎麼 就是 就是喜歡 怎麼講 就是喜歡看美女啊 三下至九 三下至九是帥哥 喔對 三下至九 以前也蠻喜歡三下至九 只是說 對以前也沒有到完全不 不看男生 我以前 我以前小時候也蠻喜歡賀君祥的 也是有啦 欸對 其實 小時候也會看男生欸 我小時候超愛賀君祥的 他演那個 惡魔在身邊的時候 哇 超帥的 欸其實我也是會看 只是 看女生好像更多一些啦 美男型的 欸對 我好像不是喜歡美男型的欸 因為我記得賀君祥那時候頭髮也是偏長的 我就覺得很好看 嗯 我以前覺得帥的一人 就只有 我以前我只記得我喜歡賀君祥欸 其他那時候什麼 男主角我就還好 什麼明道啊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那個那個 明道的話我gap不到 然後還有那個 演花 是花樣 不是不是不是花樣 還有一個演那個 跟 跟 相 原相情演搭檔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比較美少男的那個 想一時想不起來名字 喔可惡 正元昌 對 喔這個記性越來越差了 天啊 我有老了會開始 想不起來 我叫什麼名字 對正元昌 我也還好 就是正元昌的感覺太 比較陰柔一點 我就還好 對 反正我以前 我以前超愛賀君祥 有啦 我其實以前有看男生欸 只是 女生看比較多一點 這跟IQ無關吧 我真的就是記性不好啊 忘記了醒名的請跟我來 謝謝庫美的事業草 謝謝黃拉的帶你去流浪 正元上不是長髮嗎 但是 沒有我喜歡長髮 但是 比較man一點的 就是 像Fujikase那種很好啊 長髮但是很 有點狐渣滿man的 但正元上是比較 美少男型的 感覺會喜歡狂野 帥哥 狂野 賀君祥是狂野嗎 我不知道 海豚腕戀人 其實我沒看過 好啦 大家其實我小時候有看男生的喔 突然回想起來了 突然回想起來了 講完一堆粉絲開始留鬍子了 鬍子不到好 我就會看人啦 有些人 有些鬍子蠻有型的啊 但是像堅田江輝 我有點無法想像他 留鬍子的樣子 我覺得他可能是不適合 留鬍子的類型 香港四大天王 我不知道有誰耶 其實 郭富城嘛 然後什麼 不知道 現在戴口罩看不到鬍子 對啊 許少陽 許少陽 我不認識耶 好哥要去休息 好喔 晚安 Mina看女生不會跟自己比較嗎 比較什麼啊 看的時候只會覺得 他變長得好好看喔 就這樣啊 因為我真的 一直不覺得自己是一個長得很好看的人 就是 就是看女生的時候只會覺得 就是怎麼講會羨慕別人吧 但是 也沒辦法 因為我也不可能整形啊 然後或是什麼的 就是還是 怎麼講也不是說不能整形 現在其實整形好像是一件 微整好像是一件蠻正常的事情吧 只是感覺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 自然一點 雖然對自己的外貌 不是說 很滿意 然後看到其他很漂亮的女生也會羨慕 但是 就覺得 也是永遠喜歡這樣子的我嘛 所以就 就這樣囉 問題不是整不整 而是整哪裡 可是現在整形技術很好欸 就是 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會整啊 就是 有些整 因為我之前看那個什麼 康熙來了 就有 請那種 就整形單元 然後有些人就是 就是說自己全身上下技術都動過了 就胸部也可以整啊 然後 屁股也可以整啊 然後 就是全部你想像的到所有地方都可以整欸 所以我已經 就是覺得 就是 就是 我覺得整形這種人就是自己開心 就好啦 只是 我自己可能還是偏 自然派 對不對 對 反正 你看眼睛無神嘛 就是貼個雙眼皮貼 是不是就好了 謝謝米酒的超愛你 米娜整形就不喜歡了 我不告訴你們 你們 也不知道啊 你們會看得出來嗎 我貼照片你們都 你們都看不出來 你們怎麼都看不出來 真的是 如果要整會想要動哪裡 我的話 對啊 我覺得眼睛吧 對啊 我還蠻希望就是你知道 如果有一個很明顯的雙眼皮的話 應該蠻好的 但是 但我不敢啦 我覺得 我覺得 化妝貼一下就好了 臉變尖就看得出來了 臉喔 我這可能得消骨 但我覺得消骨好像很可怕 有點 不太敢 想把貓眼變成什麼 沒有 就變成貼出來的樣子 沒有 就變成貼出來的樣子 就可以省貼的時間 但我就覺得 就是 怎麼講 很 有點 也不是很 有點可怕啦 其實我覺得 我如果臉頰沒變 可能需要打波尿酸 對啊 現在不是很多人也會去打一些什麼 就是 蘋果肌啊 還是什麼 瘦臉針 什麼的 不太清楚這些 但是 但我又覺得 就是 不知道在臉上打那些東西 會不會有什麼 因為有些人 好像打了之後 會變得很 臉很僵什麼 所以我又覺得 就是 我是覺得 我目前 我目前當然還不需要啦 但再老一點 就 不太知道 我自己還是比較崇尚 自然吧 就很想看自己 就是正常的老話會講什麼樣子 對 我是目前膠原蛋白還 蠻多的 不太 不太需要 老了打才會不要講 這我都不知道了 但目前 目前還不需要啦 Mina的眼睛活靈活現了 眼球運動 是不是 我眼睛是不是動很快 活靈活現 臉順 臉頰肉要拿掉 手術是 要開怪手 太誇張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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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看一下他老了之後 會怎麼樣 如果他真的變瘦了 我也沒辦法 就是 反正我就是 自然生長 他要變膨 變垂 或是怎麼樣 就是 他自己決定 我不控 我不會強行改變他 老了會垂 這我都不知道 但我自己也在想 如果我老了 應該也是垂下 因為 老人家有分兩種 一種是 垂下去的 一種是 塑 塑進去的 就是 對 然後我自己覺得 我應該是屬於 我覺得奶奶老了 應該是塑進去的那種 因為他現在 就已經有點 長這樣 就是很凹 就有點塑進去了 我阿嬤以前 也是屬於 說進去的那一種 但是也有一種 老人家 我自己還蠻喜歡 就是看日劇裡面 有那種 那個 這邊會垂下來 然後他 通常這種老奶奶 看起來很和蔑可情 然後都會拿著那個 很燙的茶 來講 要不要喝茶 我就覺得我應該是屬於 這一種 就是垂下來的那一種 但有可能是老的 突然變瘦了 但我是 機率不高 我自己覺得我是垂下來的 老人家 我應該是可愛的老奶奶吧 但現在想要不會太早了 縮進去的是牙齒掉了吧 喔是嗎 不是可是有些是真的 這邊也會很縮進去 是這樣子 但我有點 我漏很多 我沒有辦法做這個動作耶 我再怎麼縮也是長這樣 我真的 臉頰漏太多了 沒有辦法縮進去 我變老奶奶的時候 都是白骨 謝謝黃奶的戳戳你 用吸管喝飲料也會縮下來 我不會啊 我說不了 我極限真的就長這樣 只能這樣 我真的沒有辦法 整個縮進去 謝謝博床人的守護靈 只要好好保護牙齒 我有好好保護牙齒啊 可是 可是我牙齒沒有很健康 就是 就是 小時候很喜歡吃甜的東西 然後 刷牙可能 就是沒有刷很仔細 所以我後面 比較刷不到的牙齒 有好幾顆 蛀掉了 都有 有補牙了 所以現在還蠻後悔的 但是 現在都有好好保護牙齒 就是希望至少 就是 現在看得到這些牙齒都是 好的狀態啦 小時候就是 就是 就小時候刷不乾淨啊 小時候就是 後面那邊都亂刷 出意外斷了一顆 蛤 好慘喔 現在還是愛吃甜 喔對 我剛剛 我剛剛怎麼 我還沒講到那個話題 我突然跑去貼雙眼皮 是不是 我說我 上次不是 前幾天去露營 然後他們買了超多 他們買了6000塊的零食 然後我們就有 大家平均分配 然後我拿了超多的巧克力回來 然後我 我超級開心 因為我根本就是 零食父王 超開心的 就是我除了分完奶奶之後 我自己還有很多很多 零食 然後因為我都在家沒事 然後我就 就是一邊看著劇 然後就一邊吃我的零食 我跟你們講 我後頭通知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 我那天因為太開心 然後就下午就一邊看劇 然後就把那個零食全部吃完 超胖 我跟你講 我拿了一個 一大包的那個爆米花 那種空氣包的 那一大包好像 我記得好像八九百大卡 然後一天把它吃完 然後還有巧克力什麼的 然後就各種零食 我就一直這樣狂吃 然後就吃完之後 我記得喔 當天 晚上 我就突然感覺自己喉嚨有點痛 但我覺得我根本 我有喝水 可是就是 你知道好像吃太多甜的 還有巧克力那個 繽紛了你知道 我吃了一包 然後還有其他的那個巧克力 還有新櫃派什麼 超多 然後我沒有流口水啦 我沒有流口水 但就是很好吃 我就很喜歡吃 我超喜歡吃巧克力的 然後反正我就吃完之後 然後晚上我就突然 我就突然覺得喉嚨很痛 就是 也不能這麼講 就是吞口水覺得好像有點 怪怪有點腫腫 但我覺得好像是吃太多甜的了 變沙發馬鈴薯 我跟你們講 我真的就是屬於愛吃的那種人 我真的就是屬於愛吃的 好像不太健康 真的就很不健康啊 但是我就 因為很久沒有 你知道這麼這種 盡情的吃零食 而且這麼開心 超多的零食 我就一邊看就一邊吃 就不知不覺就吃完了 然後就吃 吃完沒有立刻感覺喉嚨痛 可是就 大概過了一兩個小時吧 然後因為下午吃太多零食 那天就 吃不太下晚餐 但是就 晚上大概八九點 就會突然覺得 怎麼好像 這裡好像吃太多甜的 有點發炎還是怎樣 就有點腫 然後就覺得好像 好像不太舒服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我就趕快去喝水啊 然後後來第二天就 第二天的時候好像就比較好一點了 所以反正我自己覺得 但是我那時候喉嚨痛的時候 我想說 天哪 該不會是 該不會是中了吧 就自己 又很害怕 但我覺得好像跟吃太多甜的 人玩 大家真的不要模仿 我真的是 太可怕了 胖死 有看到很多螢火蟲嗎 還蠻多的 我自己覺得是還蠻多的啦 但是導覽的人說 平常更多 我真的很喜歡吃零食 怎麼吃的 就一直 我覺得看影片的時候 很容易不小心 就是吃下過多的東西 六千塊都快一年份了 但是我只有拿一點點 怎麼可能我一個拿六千塊的零食 就是大家平均分幾樣這樣子 我就拿我喜歡的零食啊 兩三隻 沒有啦 螢火蟲很多啊 怎麼 我哪有說兩三隻 蠻多的啊 螢火蟲啊 你們都沒有在一起聽我講啊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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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死 我上次有說啊 我上次就有說 可是有些人沒有跟到這個話題 是不是 反正我就說那天 有看到很多螢火蟲 只是導覽的人說那天月亮太亮了 然後 平常的話好像是那種 就是伸手都可以抓到好幾隻螢火蟲 就是你隨便隨手一會 就有好幾隻螢火蟲在你身上 那因為那天月亮太亮就比較少 對 但是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如果隨手 螢火蟲都在旁邊 我反而可能會有點害怕 所以我覺得那天 數量也還蠻多 我看到很多螢火蟲 但是又是 比較沒有那種密集 我覺得很剛好 我講的跟上次直播一模一樣的話 然後你們就沒有專音聽 有聽過的人就聽了兩次耶 你們都不專音聽 你們還說什麼 不是只有兩次 我明明上次就說很多 我覺得很多啊 我反而覺得再多了我會害怕了 然後還有什麼 有什麼 我剛才就在說螢火蟲了 真的是 你們都不專音聽 氣死我了 總是有人沒看到 你看有人說聽兩次了 你們也要顧慮聽兩次的人的感受 他們 有 有點想要聽螢火蟲的話題嗎 上次缺席 好缺席的話我可以再講一次 還有飛鼠 對啊有飛鼠耶 聽兩次是複習 幫你們加升機 下次誰再問我螢火蟲 我就 打屁屁 因為我從不就是屁股會亮的蟑螂嗎 對啊 所以我說 我說那天的那個數量 對我來說剛好 再多我可能會有點害怕 聽兩次是福利 真的喔 好啦 飛鼠怎麼飛嗎 飛鼠就是 就是 就是 你要我怎麼描述啊 等一下 這個也有描述的嗎 我剛才差點就 你剛剛問我說 飛鼠怎麼飛的時候 我差點就 自己就差點就飛起來了 我想說怎樣 我到底要怎麼描述 其實飛鼠應該不是真的會飛啦 只是說他 那個跳躍能力很好 所以就會 就是有一種那種 你知道 在空中 飛翔的感覺 你們的問題真的很難回答耶 你們的問題到底要怎麼回答 Mina你知道飛鼠怎麼飛嗎 就這個 很難回答耶 真的是 怎麼了 我要怎麼講 飛鼠到底怎麼飛 你們告訴我飛鼠怎麼飛 我要怎麼解釋 飛鼠怎麼飛 我差點就飛出直播間了 真的是 我真的在問你 真的是很難 很難回答 Mina有玩過滑翔傻嗎 沒有 但是有錢人玩了吧 可以示範從後面左邊飛到右邊嗎 你們的問題太刁難了 我拒絕的親自示範好不好 差點就飛起來了 對啊 我剛才想 我剛才差點就這樣 然後想說不對耶 我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回答這種乱七八糟的問題 好所以飛鼠到底怎麼飛 你告訴我 我不知道 我不是讀那個什麼大自然科學的 動作有到位 我真的 我記得我上次要問奶奶說 我說我最近看到有人穿那種衣服 就是長這樣子腰縮進去 然後再出來的那種裙子 我覺得很好看耶 然後奶奶就說 你說魚尾裙喔 然後我覺得我很 就是 我講的敘述那麼長 就是那個這樣子 然後屁股吐起來 然後這邊會縮進去 然後再出來的那種裙子 然後奶奶就是 我講了這麼多十幾個之類 然後奶奶說 喔魚尾裙喔 然後就覺得話 他真的是很厲害 也不愧是我姐 就是 可以那麼精確的知道我要表達什麼東西 你們知道魚尾裙是什麼嗎 你們一定也不知道 對 很厲害 就我每次在敘述那個東西 那個將領這樣出去了 然後他知道我是什麼 然後我以前那個 國小讀那個社會 欸國小還國中讀那個社會科宅 奶奶幫我複習的時候我也是啊 我就說那個 就是 先這樣子 先這樣子 修上來 再修下去 的那個啊 就是要 什麼 山地喔 還是高山之類的 然後這樣 先修下去 再修上來 是盆地啊 我真的 明明就是這樣子 就是盆地 兩個字而已 然後我就 就是那個啊 我知道那個東西是什麼 我考試的時候答得出來 可是 我敘述 我覺得我好像 不是很擅長敘述 欸 我就跟奶奶說 就是那個啊 就奶奶比如說 問哪個地形 就是可能是 那個 就是夏天容易悶熱啊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說 今天這樣子修下來 修上去的那個啊 他說盆地喔 我真的 我講話 我覺得我好像是 不太會敘述 對我有時候會 想不起來那個 那個 名詞 可是奶奶每次都能 懂我要說什麼欸 對我是在描述 但我知道那個東西 有時候就是一時想不起來 我就 就常常會這樣子 真的 之後奶奶 奶奶真的是很了解我 為什麼這樣說 只覺得是雲霄飛 就這樣 直接修過來 直接修過出來 反正我知道那個東西就對了 對我就發現我好像是 敘述能力沒有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有進步 就是 因為很常在直播 我以前真的敘述能力很差 就是比如說我 發生什麼有趣事情 但是我 我不知道怎麼透過我的 就先經過我的大腦 轉換成我自己 想要說話的方式 告訴大家 就是不太會敘述 但是直播常常 就是 怎麼講 直播的訓練之下 我覺得我現在 敘述能力有變好 我比較能夠好好的表達 我想講什麼東西 真的 我以前真的 直播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自己在幹嘛 因為我都很難表達 我那個 想過來 在想過去的那種心情 你知道嗎 可是我現在比較會敘述了 很像人家車禍後的後遺者 有啊 我想說有車禍過啊 帽子的那個故事 大家不要再問我帽子的故事 反正我有出過車禍就對了 我描述的很生動 對啊 有啦我現在真的有進步了 我以前真的不會描述 有進步的會加動 沒有我從以前就是一個肢體 很豐富的人 我以前都 講話都會帶動作的人 雖然帽子的故事是什麼 不告訴你 我已經講過了 不要告訴你 我要來唱歌了 我要來唱歌了 已經11點了 昨天今天唸超多歌 我要趕快唱 我要趕快唱一下 我很久沒唱歌 大家一定都想念我這美妙的歌聲 來大家要聽什麼歌 我練了滿多首歌的啦 我練了滿多首 還是我自己隨便唱一首 其實我覺得舊歌也是可以唱 因為那個 我暈車的時候不是在車上 就是避人音唱歌嗎 那好幾首歌詞有點不太熟 但是我又不可能拿起手機查 然後就覺得喔 真的歌真的是需要常常複習 不然太久沒唱都會忘記 練哪些類型喔 主要是中文啦 然後日文也有練 對 想念 有練之前說他血池的歌 然後也有練新歌是之前沒唱過的 可以給選項喔 我好難抉擇喔 徐佳穎 梁靜如 王詩安 還是張雨農 徐佳穎的歌我不確定之前有沒有唱過啦 但 我覺得唱過也可以再唱 就當複習 然後張雨農的是沒有唱過的 然後王詩安的也是心戀的 梁靜如的是之前好像 覺得很好聽 是一首很常見的歌 但是我沒有唱過 我看一下喔 大家想聽 徐佳穎 張雨農 兩首 怎麼可能都有人選耶 都沒有很熟喔 都沒有很熟 想聽暖心 欸 徐佳穎 牧獎的最多票 那我選徐佳穎好了 暖心我好像 也可以唱欸 因為我覺得下雨天應該要聽一下 暖暖 溫暖的歌 怕胖團也太不適合我唱了吧 怕胖團我是可以彈Bass 但我真的覺得就是 有些歌真的不是那麼適合自己 就是 怕胖團的歌我也很喜歡 但是是我聽了會想彈Bass的類型 不是想唱的類型 Mina唱球鳥會不會不錯 現在大家都是球鳥吧 就是不敢亂出門的部分 下雨天不是應該唱下雨天嗎 下雨天也是可以啦 那不會覺得很老 就是很 很普通嗎 因為最近一個禮拜一直都在下雨啊 然後每次都下雨都唱下雨天 來唱一下暖心好了 我看一下我記不記得 欸 記得欸 好啦 當複習一下 這好像前陣子有唱過 靠近你 就覺得安心 因為你那雙愛笑眼睛 你笑我貓一樣好奇 聰明又偏偷著傻氣 他的歌詞錯了 Darling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比你愛我更愛你 善解任意 浪漫話語 彷彿一切命中注定 你的體貼 溫暖了我的心 就像夏天的風吹過那麼 兩雙安靜 我輕輕依偎 在你的懷裡 天空掛滿 祝福的星星 你的體貼 溫暖了我的心 你的體貼 就像傾盆的雨 捨不得臨 是愛你的心 我要唱給你聽 陶醉在你給的甜蜜 有沒有覺得我唱功變好 我自己覺得唱起來比之前輕鬆欸 真的是去阿里山回來之後 這個還蠻符合今天 他有唱輕盆大雨 最近雨還蠻大的 Darling我想告訴你 其實我比你愛我更愛你 其實我比你愛我更愛你 善見人意 浪漫話語 彷彿一切命中注定 你的體貼 溫暖了我的心 就像夏天的風吹過那麼 兩雙安靜 我輕輕依偎 在你的懷裡 天空過滿 舒服的星星 你的體貼 溫暖了我的心 就像傾盆大雨 捨不得臨時 愛你的心 我要唱給你聽 陶醉在你給的甜蜜 你的體貼 溫暖了我的心 溫暖了我的心 就像夏天的風吹過那麼 涼雙安靜 陶醉在你給的甜蜜 陶醉在你給的甜蜜 你給的甜蜜 男星 謝謝茶茶的咪卡著亮點 謝謝珠星當我念對了 謝謝 中瑩的帶你去流浪 謝謝Kiwi 謝謝太空 謝謝阿祈 還有謝謝高筋麵粉 謝謝中鳥 謝謝土司吉 好 那再來唱一個徐佳穎 剛才大家說想聽徐佳穎的歌 但我 我不是很確定我有沒有唱過 我想想我唱什麼歌好了 我練了兩首啦 謝謝DRAKE的KiKi做你的毛 好難抉擇喔 來唱個明知故犯好了 我練了兩首 但我 我唱個明知故犯好了 謝謝Akia的甜蜜愛心 升旗白馬 蛤 你們想聽星騎伯伯喔 也是可以啦 那首我也會唱 沒有人要聽明知故犯是不是 好我也是可以 好我來唱星騎伯伯 我是沒有特別練喔 但我相信我今天的聲音 應該是可以的 白馬 好 那來唱 星騎伯伯 我沒有特別練這首喔 我沒有特別練喔 許家瑩的歌都很好聽 許家瑩的歌都很好聽 沒關係我們之後有很多時候可以慢慢唱 好久沒唱這首 先騎一下白馬 對 因為很多人點這首 這首也是當初的成名曲吧 很久沒唱了 來複習一下 順便檢驗一下自己的唱功 什麼時候唱啊 我愛誰跨不過 從來也不覺得錯 自以為抓著頭 就能忘回憶裡多片 只相信著 守住頭的水晶球 阻擋可能 心動的理由 而你卻 靠近了 比我們 視線交錯 遠地不同 或向前走 突然在意這分中 眼前荒沙 瀰漫了等候 耳邊傳來 慘弱的呼求 誰看要我 愛得不保留 我先騎白馬 啊 早上關 我改換送以後 會中彎 放下水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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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標準 不像Mina的台語 什麼話 我台語很好 好不好 我台語 他最棒的 好 而你卻 靠近了 比我們 視線交錯 遠地不同 或向前走 突然在意這分中 眼前荒沙 瀰漫了等候 耳邊傳來 慘弱的呼求 卻敢要我 愛他不保留 我心騎白白啊 走三關 我改換送一用 會中完 放下細量 無人管 我已心騎想 往不穿 滿身傷痕 累累也來不及頭 那時指引我 走向你的情出感受 不管危不危險 都要放下一切跟你走 只要一起撐探 只要你不放手 我心騎白白啊 走三關 我改換送一用 會中完 放下細量 無人管 我改換送一用 會中完 放下細量 無人管 我改換送一用 會中完 放下細量 無人管 我改換送一用 會中完 為心騎想 往不穿 沒有特別練 我аг瓦也弹不到後面 但是這首好聽 也是我認識徐家裡的 算是...對 代表作 沒有我剛才想說他那個 黑要黑多久 謝謝小管邊線的長生鼓勵 謝謝DRAKE 是不是你們不覺得我聲音變開了嗎 就是...真的從阿里山下來之後 我就覺得自己唱歌 就是以前比較唱不上去的地方 不知道為什麼聲音變很開的感覺 比較...怎麼講 聲音比較傳的出去很遠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講耶 就是...真的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要想去阿里山了 是嗎?我怕我再去一次就沒了 好 剛才大家要點歌 所以我想聽什麼歌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聲音比較唱得出來的感覺 我聽到肺色有多...多骯髒 剛剛還有人說想聽什麼歌 喔徐家裡很多 好聽的歌耶 好難...好難抉擇喔 你敢不敢喔 我練了明知故犯跟... 跟不...跟不難 然後覺得大家都點我練的歌以外 我有點害怕 但我應該可以阿 你敢不敢也是好聽的 好了 所以我練的歌是太冷門了嗎 怎麼大家反而都點那種 大家都是點那個招牌曲 明知故故是什麼 明知故故是什麼 咕咕 唱我練過的 沒關係啦我練過可以之後 你知道我沒歌的時候唱 有人點你敢不敢我就唱 出來看看 Mina自己就愛冷門曲 我有嗎?我還有吧 我的歌很大眾阿 你們敢點我就敢唱阿 敢不敢 你敢騎我我敢啊 你們是在騎我嗎 我沒有不敢的 對啊 你的電話我還是接了 你約見面我還是去了 你穿的晚安我早常回了 這樣夠嗎 夠嗎 讓自己忙碌 證明愛活著 讓朋友陪我 都不好意思了 我說不愛你 你也就相信了 這樣好嗎 好嗎 你敢不敢承認我 我愛上你的壞 你敢不敢 說恨我 像愛我一樣 發自內心的堅決 你敢不敢 愛一個人如此卑微 謝謝 謝謝吐司姐 道白祈求 好 你的電話我還是接了 你約見面我還是去了 你穿的晚安 你穿的晚安我早常回了 這樣夠嗎 夠嗎 夠嗎 讓自己忙碌 證明愛活著 讓朋友陪我 都不好意思了 讓朋友陪我都不好意思了 你穿的 你敢不敢 愛一個人 如此卑微 你敢不敢 無視我止不出的眼淚 你敢不敢 說這段感情可不敢 拳頭是我的不對 你敢不敢 愛所惹人 卻不想面對 這首歌Key很高耶 我全程都覺得 在那麼高的地方唱的感覺 不過我有阿里山 三神之力加持 所以還是唱上去了 謝謝蹤影的掌聲鼓勵 謝謝小管面線 是不是 不得 真的覺得聲音變開了 很奇怪 真的阿里山回來之後就變這樣 希望之後可以繼續保持耶 我真的 蠻喜歡自己現在的 聲音 謝謝本丸的掌聲鼓勵 謝謝 咦 雨不要亂送 沒有三神來了 沒有這個禮物 謝謝洛克 還有現在圖士集的愛的煙火 你說嗓子有問題就是山裡一趟 真的 大家 沒事就多親近大自然吧 下次去玉山說不定會更好 不錯 我想挑戰 我很想去玉山 我喜歡 我也蠻喜歡爬山的 謝謝小明的相守之心 還要唱還可以再唱一首阿 大自然不讓你親近 怎麼會 我相信大自然是很歡迎大家的 只要不褻瀆大自然 我覺得大自然是很歡迎大家親近的 謝謝波城的超愛你 敢去那五天事業都在山裡走的嗎 你為什麼不敢 我為什麼不敢 我敢 但我不敢自己去啦 我覺得山 爬山的話還是要一行人一起去 比較好 萬一有什麼事情比較好噪音 這樣子 貼好雙眼皮以後 考試跟唱歌都100分 明明就跟雙眼皮沒有關係 我覺得山上比較有加持 不知道為什麼 再來唱一首歌 要來唱明之故犯嗎 好啦我都練了來唱一下好了 你們可以想一下還要唱什麼 我覺得徐佳穎那個差不多了 今天唱三首 直接變徐佳穎特輯耶 雖然我是蠻喜歡徐佳穎的 我很喜歡這首歌耶 我這邊前面吉他很好聽 星期一晚上大家一起聽聽歌晃鬆一下 你飛過的凌空 是我用盡力氣築起的夢 你踏過的你是我所有的自尊 越陷入就越痛 誰給予我一個指南針 戒掉黑白部分 我的針被你狠狠拉扯 你要去指差一步就要當然 無存 還在轉動的手拉配 沒有你的雙手相依偎 忘記了瞧我怎麼飛 只留下天花般上的颓飛 靠地默認你的拒絕 是因為另外一個誰 有沒有發現我正在給你的眼淚 你親吻過的罪 是因為你的謊言而枯萎 我給過的自由 竟讓你無法克制每一個衝動 誰來勝判我們的罪 解法口是心扉 我的淚被你漸漸灌溉 眼神只差一步 還在轉動的手拉配 沒有你的雙手相依偎 忘記了叫我怎麼飛 只留下天花般上的颓飛 當地默認你的拒絕 是因為另外一個誰 有沒有發現我正在給你的眼淚 哦 那那那那那那 oh 嘿 哦 啊 現在圖詩集的金色音符 下來吸開唷 這首大家是很陌生是不是 很多人沒聽過 是我們明知孤範的罪 Oh 還在傳統的手來配沒有你的雙手相依偎 忘記了叫我怎麼飛 只留下天花板上的頹廢 這樣的下場我還能怪誰 是我們明知孤範的罪 對 我剛才最後一段忘記它的那個 哪邊是高的 它最後一段跟第一段不太一樣 然後我剛才直接想說 怎麼突然要高上去 後面 有點 落差了 沒關係 沒關係 謝謝 蹤影的掌聲鼓勵 我真的練太多歌了 很好聽耶 明知固犯 推薦給大家 自由華為 謝謝 朱欣娜的掌聲鼓勵 用聲音的方法都不太 你們真的聽得出來嗎 我有時候有點懷疑耶 因為我自己是真的覺得 就聲音變開了 但我在想如果我沒有特別講的話 大家聽得出來嗎 我自己感覺很明顯 因為是我自己的聲音 而且我還故意去挑了一些我以前唱 上去有點ㄍㄧㄧㄥ的歌 然後我昨天一唱 我就發現怎麼全部都唱的上去 我就覺得很神奇 謝謝小玲的香檳 謝謝博生掌聲鼓勵 為什麼啊 真的好詭異喔 阿里算是有什麼三神的力量 對聲音好像比較放得出來 不知為何呢 大家的耳機變好了 不是我聲音真的有變開 聲音真的有變開 那來唱一個 來雪齒一下好不好 來雪齒一下我之前唱的那個 名字的那一 該不知 日文 日文的 要嗎 來唱一下 但我好不好 現在唱太多 等一下三神的力量不見了 就唱不上去了 這是雪齒一下 如果雪齒成功 就可以把它成我的歌單先移出 就可以比較減少一首歌 但我昨天稍微唱過一次而已 沒有那個 可能會唱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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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乎死んだみたい 烟雀の病棟で 上手く耐えなくて 霧に煙る夜 浮かべ上がり月 看著我,看著我 看著我,看著我 黑烈烈腰的中間 我生成為了嫌い 悪意的代償 願望望がままに 正義を壊して 壊される前に 因果の代償を払い 共に融合 名前の無い外物 第一段,セーフ 歌曲 耳鳴りがしてる 鉄条るさくて 思い出せないの あの日の旋律 雨はまだ止まない 何にも見えないの ほら見てこんなに 大きくなったの 暗い雨降らしてこの空 私は望まれないもの ひび割れたノイロゼ 愛す東西の傍観者たちに さあ今 古い正義を消せない 傷を抱きしめて この身体を受け入れ 共に融合 名前の無い怪物 名前の無いタイプチー 名前の無いタイプチー I want 悪意の対象 願い望むがままにお前に さあ対応正義を壊して 越される前に 因果の対象を払い 唄いような猛な機械物 暗い雨 降らせこの空 私は望まれないもの ひび割れたノイロセ 愛す東西の傍観者たちに さあ今 古い正義を消せない 傷を抱きしめて この身体を受け入れ 共に行こう 名前のない 怪物 Yeah 我雪子成功了 我正在唱的時候破音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好開心喔 而且唱得 變得很輕鬆欸 就是唱到高音的時候 完全不會擔心破音的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種三神之力告訴我 我唱得 因為唱得很輕鬆 就不會怕 就很容易上去 好神奇喔 我真的雪子成功 我要把它唱我的歌單移除 我要把它唱我的歌單移除了 我歌單 我跟你們講 我歌單現在800多首歌 我真的 結果我練不完 我真的覺得練不完 我真的很想要趕快把大家點的歌 趕快唱完 對 Yay 我雪子成功了 真的是三神之力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Magic 對啊 就是 怎麼講 有種 是真的跟在山上唱歌有關係嗎 就是整個 廢火量突然變好的感覺 太神奇了 我也覺得好神奇喔 但也很擔心 哪一天這個三神之力沒有了 我就 自己聲音又變不好聽了 真的 我歌單超多 西班牙文歌還有練嗎 本來也有想要練 但是 因為我昨天聲音 昨天跟今天聲音太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西班牙文歌比較需要花時間練 因為不是我的母語嘛 然後我就想說 那先多練一些中文歌 先把我的歌單先 就是多練幾首 因為有時候比較忙啊 可能就沒有空練 那麼多歌這樣子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多練幾首中文歌 先除背起來 睡眠補完也有差 不知道欸 握手會玩喉嚨就花了 對 真的 握手會 你知道 大家都戴著口罩講話 一定要超大聲 握手的話我回家就不說話 兩天都不說話 對 握手會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了 也希望我健健康康了 對 我真的是 上次喉嚨突然癢癢了 有點害怕 對 我真的是 就好像是吃太多零食 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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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家裡還有一包 現在家裡還有一包 多利多姿是大包的 我現在不敢打開 我現在不敢打開 因為我知道我是那種零食一打開 我就是會一天把他全部吃完的 然後那一包零食奶奶 他也蠻有興趣 因為好像是什麼 很特別新的口味 所以我想說 等奶奶再跟他一起分樂量 不然我真的是 我真的也不能隨便開 零食 只會這樣一開 簡直就像是開啟了什麼無底洞 就是我根本就不餓 但是我就是可以把他吃完 如果旁邊是蜜蜜的話 會什麼都聽不到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旁邊是誰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對 我耳朵不太好 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要大聲一點 耶 好開心 今天唱好多首歌 現在直播是520 也認真是握手會前一天 然後大家可以 就是 想一想握手會要聊什麼 或是不能來要改線上的話 耶 可以聊一聊 520 看到底過520 希望下一次歌聲也還是維持這樣 我最近因為自己聲音很好 所以變得很愛唱歌 前陣子不太愛唱 就前陣子想錄COVER 想說5月了 5月中了 5月還沒有做COVER給你們 要錄一下 然後就錄了 但其實覺得自己聲音很難聽 然後最後都沒發 要聊什麼 很多可以聊啊 大家握手會會來吧 或是線上也沒關係的 想多聽血齒系列 其實我有點不太清楚 我有拿幾首要血齒 我要再整理一下我的隔欄 因為我的隔欄真的太多了 好啦 那我就 念一下今天的排名先 讓大家都雙體健健康康的 今天的第13名是太空 謝謝太空 第12名是小菱 謝謝小菱 第11名是jack 謝謝jack 第10名是博城 謝謝博城 第9名是阿吉塔 謝謝阿吉塔 第8名是中影 謝謝中影 第7名是金魚 謝謝金魚 第6名是土司機 謝謝土司機 第5名是黃啦 謝謝黃啦 第4名是熊熊 謝謝熊熊 第3名是蘿莉蘭 謝謝蘿莉蘭 第6名是夏娥 謝謝夏娥 第1名是俊佳 謝謝俊佳 謝謝本玩的心理箱 謝謝大家 禮拜五直播 禮拜五九點直播見了 然後 然後 為什麼會期待可以見到大家 或者是線上也想見到大家 然後還有什麼呢 嗯 啊 生血針 生血針 我們 預購點是到5月20號 所以大家 既然要預購這個 第一美少女 就是我 大家晚安啦 謝謝紅包 這首歌好適合關台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它快結束了 這首歌結束我們就關 大家晚安 這個是不是用特效很可愛 欸 我怎麼有新的特效 等一下 我有新的特效欸 我剛剛突然發現 我怎麼會有這個 我怎麼會有這個 我是參加什麼活動 我怎麼有這個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算 但是它把我的那個 它把我的髮枯遮住 欸 為什麼有這個 它寫 它寫這個叫 它叫神仙教母 啊 知道它這首結束了 我再倒回去一點 對啊 我怎麼會有這個啊 我怎麼會有的 好可愛喔 我以後沒有化妝的時候 我就要用它 它還有這個小瀏海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呵呵呵 我不知道為什麼叫神仙教母 我居然有新特效 好開心喔 好啦 那大家晚安啦 謝謝下我的活堅碎片 剛剛說要關 然後突然發現新特效 超可愛 我下次多用一點 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晚安